所以这几天叶浩宣安抚这些老人家们也是焦头烂额的 他简直快被这些老头们给逼疯了 因为这些老头们天天都在追着他问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去 唉 别提到那些老人家现在在这里都快急疯了 他们想早点完事回国去 叶浩宣苦笑了一生 但是计划还不算太成熟 所以我们暂时还没有反击 现在的舆论对我们十分的不利 李言心道 看得出来幕后有人操纵着这一切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关于中医的负面消息传出来 尤其是你 简直就成了一个跨过的骗子了 是啊 那些人真的够黑 为了黑我什么样的谎言 他们都能想得出来 叶浩宣咬牙切齿地说 看来我真的有些高估了这些老外们的情商了 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听风就是雨的 你经常说的一句话 同样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 他们没有哪里比我们高尚 李言心笑道 别着急 慢慢来 反正现在五十一区的事情也没有头绪 你着急也没有用啊 是 那孙子们突然间就好像是消失了一样 叶浩宣有些郁闷地说 我已经派人打探了 基本上确定他们的大本营在哪里 只是现在还有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事情 解决不了 也就是说 现在还进不去他们的大本营 是的 现在暂时进不了他们的大本营 本来想让盈盈找几个人 过来帮忙破解一下 但是考虑到这样太明目张胆了 毕竟我们两国的关系刚缓和下来 这样明目张胆不好 会让他们有危机感 政治方面的事情我不太懂 不过想想也是 这毕竟是别人的家门口 李言心点点头 他笑道 真的 真的有点心疼你啊 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好多 我也是无语了 也好寻苦笑道 我管这么多屁事干嘛 你呀 天生就是做大事的人 李言心忍不住我笑道 不过说句不客气的 你就是天生劳碌命 是的 我天生就是劳碌命啊 叶浩泉苦笑了一声 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大开门一看 只见有两名身穿笔直西装的外国男人站在门口 前方的那个老外一顿头 前方的那个老外一点头道 你好 我是汤姆 这是我的同事 我们两个是属于美国医疗部的 我们找你 现在有事情谈啊 说着两人还递上了自己的工作证 叶浩泉看了一眼工作证 确认无误 两个人的确是医生部门的 而且看这个职位还不算低 有什么事情 说吧 叶浩泉把工作证丢还给了两个人 他笑道 我们之间以后还会多打交道的 哦 叶先生啊 没手的汤姆会讲中文 他清了清嗓子道 呃 关于中医的事情 我想找你谈谈 呃 你想把中医带到美国 首先我们要确定你的中医 是不是真财实血的 说真的 中医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 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西方国家 就算是你们华夏 也曾经有人提出过 废除中医 你说的没错 那些有娘生没娘养的家伙们 的确是提出过 要废除中医 叶浩泉一点头道 喷子就是喷子 我觉得我们 没有必要理会他们 哦 我们今天 是代表弗安德先生 过来找你的 弗安德先生是 美国医疗系统的掌控者 他觉得中医 现在进入美国 还不是很好的时机 因为我们还不确定 中医是不是真的有效 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 能治疗好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个秃头吗 叶浩泉想起了 那个在视频中 声讨中医的秃头 哦 先生 请你尊重一些 弗安德先生 是国家医员 他也是卫生系统的掌控者 汤姆有些不乐意的说 我知道 但他就是秃头啊 叶浩泉笑道 如果他相信我 我能治好他的秃头的 保证他在半个月内长出头发来 一个月内 我保证他会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而不是像现在一样 盯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 在外面丢人现眼 先生 我说过 请你尊重一点 汤姆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他不能容忍 有人当着他的面 骂他的大老板 啊 行行行行 我放尊重一点 但是你们今天来这里 是要做什么 我要知道你们的目的 叶浩泉怂怂肩膀道 不管是中医 还是中药 想要进入美国 都需要走流程 我们美国是一个 很认真负责的国家 你们的那些东西 想进入我们的市场 就需要经过 权威部门的验证 你要把你的医术经药 和所有的中药的配方 交给我们 我们经过研究部门的 鉴定之后 确认这些 的确是有效果的才可以 这些是我们需要的材料 我觉得你应该 好好地看看 汤姆说着 拿出了一顶厚厚的文件 这些都是用英文打印的 不过也有一份中文文件 上面列出了 一连串的药品的名字 这些药品正是长期 现在这个国际上卖的 很火的几款药 你需要的这些药 我们在国际上销售得很好 很多国家的人民 已经验证了这些药的效果 叶号悬导 而且上面也有药的配方 你要这些东西 我还可以提供 不不不不不 你弄错了 汤姆摇摇头道 要的配方有 不过我们需要 你的制作的工艺 每一个流程 每一个细节 因为我们要确定 你们的工艺流程 是不是符合标准 你们的消毒 是不是合理 也好喧嚣了 你是傻叉吗 这家伙真的把他当成傻逼了不成 长期的药 现在在FE挨州 以及几个西方国家 卖得很好 因为它的价格便宜 效果好 对人体的伤害几乎为零 所以说市场上好多的 国际医药公司 想通过配方 仿造出来这些药品 改头换面一下 作为自己的药出售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因为他们不明白 长期制药的流程是什么 美国人的野心不小啊 他们表面上是想 走正式的流程 让这种药通过市场的考核 但是他们要的东西 所有的流程细节 这完全就是拿着秘方 送给他们呢 到时候他们仿制出来了 自己销售了 还有重要什么事啊 先生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不过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 这里是美国 如果你再不配合 我们就要报警了 汤姆盯着野豪宣道 我们是弗安德先生派来的 这是第一次正规的街角 让那秃头自己来找我 叶豪宣笑了笑道 或者说再过几天 让他过来求我 你们在背后搞的那些小动作 我都很清楚 我一直忍着他 他要是真的不止死活 那我奉陪到底 哦 什么 这家伙的话你听到了吗 他不配合 汤姆对着自己的同事笑道 我听到了 汤姆 既然你不配合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将终止和你们中药合作的关系 你们想把中医和中药带到这里来 等着吧 我想揍人 怎么办 叶豪宣看了李延新一眼 那就揍吧 两个小角色罢了 李延新微微一笑 这两个小人物 你确定你能放到眼里 揍他们 你不怕疼了自己的手 没办法 我感觉我忍得够多了 叶豪宣咧嘴一笑 他突然抓着两人的衣领 蒙得一拉 把两人给扯到了室内 你干什么 我们是美国公民 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 我们的国家 两人叫嚣了起来 但是他们还没有叫完 叶豪宣已经挽起了袖子 他的拳头就好像是鱼点一样的落下来 半个小时以后叶豪宣拖着两人 丢了出去 他喊了一声 保安 保安呢 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作为美国最豪华的一家度假酒店 这里的安保措施 那是相当的好的 叶豪宣叫了一声 马上有两名华人保镖跑了过来 这两个人跑到我的家门口威胁我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你们的保安 对进出的人都不盘问的吗 叶豪宣做出了一副生气的样子 你们是美国最豪华的酒店 难道你们对客人的安危 一点也不关心吗 对不起 先生 真的对不起 这两个人自称是政府部门的 来这里是执行公务的 保安连忙道歉 天哪 你们难道没有真正的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吗 你们美国不是号称自由民主吗 难道说作为政府部门的人 他们是有特殊权利的 叶豪宣反问 他们可以跑到我的家门口威胁我 实在对不起 先生 这是我们的失职 我们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的 两人连连的道歉 一群保安跑了过来 把两人拖起来就向外走去 把他们送到警察局去 我下手的轻众我心里清楚 他们死不了 我要一个结果 不忍的话这件事情 我是不会罢休的 叶豪宣冲着一群人的背影 喊了一声 这才作罢 今天我才发现 你下手挺黑的呀 李延欣看了叶豪宣一眼 你刚才下手 至少让那两个家伙 半年起不来床 这已经是便宜他们了 我下手是重了一点 但至少我还能保证 他们能起来床 叶豪宣冷笑了一声 我觉得那家伙 已经开始变本加厉了 不错 现在他们与你的关系 已经到了一个很紧张的地步了 李延欣一点头道 这就像是一颗炸弹一样 已经濒临爆炸的边缘了 现在就看你能忍多久了 他们在一点一点地 挑战我的耐心呢 叶豪宣笑了笑 那个叫做Front的家伙 也是在考验我 他要看我的底线是什么 怎么说 李延欣好奇地问道 因为他还是有所顾忌的 虽然他在美国有些权利 他也有一个议员的身份 但我来美国这里 是经过世界医学协会批准的 按理来说 这家伙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来挑事 但是现在他蹦跋得很欢事 他也知道 他是顶着多大的风险的 叶豪宣笑的 世界医学协会是什么地方 他比我清楚 他之所以感冒这么大的险 那完全是因为他得到的利益很多 不过他也要小心翼翼的 他怕万一哪天触碰到了我的底线 我会弄死他 你这么一说 仔细想想 他还真是这样的 李延欣点点头 他笑道 这家伙做事 是小心翼翼的 你查出来什么问题了没有 这几个人的底细查出来了 幕后的人是制药集团的 他是华人 名字叫做梁盈 这家伙有华夏商人的监长 他先是利用一个叫做法兰克社交网络的老总的影响力 把我们拉下水 在重金找到了那名叫做弗安德的家伙造势 现在我们的名声 真的被这些家伙给掰光了 他们今天找上门来 是看我有多能忍 如果我打疼他们 他们可能会老实一段时间 不过 我今天奏这两个人 真的是威武足道的 估计他们还有下一步的动作 那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 李延欣问 不知道 叶好悬眼丫头 不过不管是什么 这都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时间已经成熟了 那些家伙们 该为自己祈祷了 李延欣笑了笑道 走吧 出去逛逛去 这几天的心情实则是郁闷 出去散散心 叶好悬拉着李延欣道 夜色来临 在一家高级会所的顶层 有一间极大极其豪华的办公室 其实在那里 每到晚上 这里都会体现出一些 与白天不一样的东西 人性仿佛只有在叶子中 才能得到很好的释放 在美国也不例外 灯红酒绿的城市中 在某些黑暗的地方 总会多多少少的 有一些糜烂的气息 这个办公室的面积极大 天花板上价值不菲的吊灯 昂贵的地毯 甚至是洗手间里面 用金子做成的马桶 无一步显示出这里的湿火 有一个胖子叼着一根烟卷 坐在真皮沙发上 他吐出了一个烟圈 然后把雪茄举到了一边 一名衣着暴露的女郎 双手向前一送 他就这样把烟灰 弹入了女郎的手心里 老板 否则他那家伙找到了 有一名保镖匆匆地走了过来 这胖子就是梁盈 真难为他了 看起来这么秀气的一个名字 吨位竟然是这么的重 那老东西真的是贪心呢 梁盈把手中的雪茄掐灭 丢到了女郎的手心里 他整理了一下西装 脱着臃肿不堪的身子道 不过我就是喜欢这种人 他越贪心越好 不过嘛 表面上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这些自以为是的老外 他真的以为 我们在靠着他生存呢 梁盈一边说 一边走了出去 豪华的大门打开 只见一个秃头出现在胖子的眼前 这个秃头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在视频网站上看到发表演讲 黑夜好轩的那个秃头 秃头正是Friend 他的年纪五十岁上下 他和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 是一个中年胖子 尤其是那个肚子 比起怀孕数月的孕妇来 也是不成多让 哦 亲爱的Friend 你今天晚上来到我这里 我感觉到我们这里 整幢楼都发出了光滑一般 梁盈很是热情的赢了上来 他夸张的表情让人感觉到汗 真的 从来没有见一个人 能把马屁拍到这个地步的 留我远点 你这种浑身上下散发着臭味的家伙 Friend皱了皱眉头 他不喜欢别人近他的身 况且 这家伙是一个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铜袖的老外 他的身份是高贵的 他不想和东方那些蛛虫威武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蛛虫在这里 给了他很多利益 这也是他不得 而不打起精神 和这些家伙打交道的原因 Friend 真的很荣幸你能来到这里 那么今天 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的消息吗 梁胖子早已经习惯了这些 眼高于顶的老外了 他努力地做出了一副笑意道 我anged来到这种销售的小草 你带来到这个球 你是不是在那边 感谢观看